飞机上下来 这个章是戴了的 戴了入定章 他问我之前没有做过这个新冠检测 我说没有 如果你出去在外面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新冠检测 我没有问他这是不是强制 还怎么样 反正出去还有一条路 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 现在在去行李的地方 这是我的行李第一次被 他一个包子拨起来 我这个很喜欢这个包 这个袋子 以后在拖印的时候 用这样一个袋子给套起来 这个真不好的 这边大被害子 这个包子不正 现在是刚换完钱 那汇率挺不好的 然后通常墨西哥比索 就是一个墨西哥比索能换 大概170的 这个哥伦比亚这个比索 然后现在在这个 打这个出租车 遇上一个旅友 他跟我拼个车 稀的糊涂的莫名其妙的 就跟一个旅友搭了一块 然后我们两个 然后一块儿先到市区 拼个车 然后拼个车之后 然后现在 之后我在网伍伍我要去哪个地方去 所以兄弟 没有人问过什么 我没有人问 好 好 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科伦比亚 这是第82国 这是我第一天 这个城市叫做卡塔赫娜 马尔克斯曾经 就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 而且他对这个地方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当年他像我现在这么大的时候 在这边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来到这里我也非常激动 那边是加勒比海 所以现在我就是到了卡塔赫娜的市区 跟刚才的那个哥们儿 拼车到他住的这个酒店之后 我用他们酒店的YP 叫了一个这个出租车 去我定的那个住处 现在正在前往那边的路上 这边真的是很美 真的很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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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周过关的这个程度是这样子的 我从那个移民局编写 冲动人员那里就得知 就是我应该就是携带这个 412这个检测阴性检测章 这个政策是 实际上是他们先出来的一个政策 我是前一天才知道这个的 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哥伦比亚可能疫情高发 后一年就宣布 这个来往这个 来与哥伦比亚的游客 必须要携带这个新端阴性的检测章 过两年出了这个政策 很多人都来不及去检测 就包括我 我也是来不及去检测 有的人说你可以到机场检测 然后今天到机场之后 他说你有没有携带这个检测单 我说我当时来不及 我父母就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上飞机的时候才知道 你不能突然改了这个规定 之前是不需要这个任何检测单 任何证明就可以入境的 然后他跟我说 那你这个过完之后 干完章之后 你需要在外面做一个检测 然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 结果完了出去 那个取完行李之后呢 并没有任何人 就要求我请下去 做任何的检测 任何的一个 卫生部没有关的 这些人都没有遇到 他另外还说一句话 如果你不检测的话 你就要就是隔离十四天 结果出来之后 也没遇到卫生部的人 也没有遇到其他的 说让我去隔离的人 就很顺利的就出来了 也是比较幸运 现在我还是在很享受的一个 就是在 广东比亚光荣抵达 这个地方的一个 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到的 第82个住全国家 我现在此刻的心情 真的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 公开这么长的视频 我是阿通 我现在在广东比亚 祝你们都有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